所以这个APP去做说明,那里面当然我们的需求,你可以主要是针对一个网站 所以 上个礼拜的这个这个应用主要是针对什么呢,针对一个 网站 我放在低谍,原来他是一个206的网站,他的首页是default.htm 那这个网站里面呢,他原来长得像这样子 那我希望把它改版,改版放在哪里呢 放在那个手机里面,也实际上这一题主要是什么,把一个网站 一个网站 变成一个手机的APP 的一个过程 OK 那基本上现在有蛮多需求是这样,就是他可能有做了网站 可是他没有手机的APP 你会发现还蛮多单位 可能有网站,但是没有手机的APP 他很需要有人去帮忙做这件事情 就是一个web 一个网站 网站就web web转成APP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实际上很需要有人去做啦 所以 基本上呢,我们上个礼拜做的重点 其实就是在这个部分 那里面当然包含就是说,第一个进来的首页 那你可以看到呢,这个网站里面 也许会有四个 需要的连结 那每一个连结呢,当然你将来呢,如果变成APP的时候 用什么方式去呈现会比较OK 那我们有讲过,像这边设计名词到意见回复 我们入APP里面的话 也许可以先做一个list view 然后list view下方的话呢,再做Netbar OK,所以这边的话呢 会可能会有长的像,上面再把这个图 其实你也许可以把这张图呢 再放到APP里面 把它缩小一下 那其实你会想说 那为什么需要做转变呢?不就干脆 你会把这个网站直接秀在手机上就好了吗? 其实第一个可能面临到问题 因为手机的画面太小了 所以如果你把什么,把这些东西原原本本搬过来的话 那你会发现,光要用手指头去点 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 大部分人当然不会选择直接连到网页了 所以你会发现 光那个脸书 Facebook的那个网 你会看到网站 如果你用电脑连结跟手机连结看到的画面 那当然绝对是不一样 为什么?因为他要针对 不同的装饰 给不同的界面 然后其实这边道理也是一样 那也说我们上个礼拜 需要把这些东西 把它做转换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点进来 1是这个 然后呢 2的话是这个 所以摄影名词进来 第2个的话呢 是这些总共会有4个连结 然后相片欣赏上个礼拜我们还没做了 主要是有4张相片 那如果说呢 我希望将来 那这边 可以在手机里面 最好 这边有个下一页 上一页 下一页 假设有4张的话 那我每按他一下 他自动帮我往上一页 往下一页 也许类似有这种相簿的效果 那这个今天会再延续 然后另外的话 意见回复 那所谓意见回复最好是 点下去 他能够跳出一个什么 能够让使用的填一些意见的一个 表格表单 那不过他现在这边是连结什么 连结Email 那他连结Email的话 其实你在手机里面也可以连结Email了 不过 最好是不是可以跟那个什么呢 我们之前交过那个Google表单做连结 那这样 会是更好的一个 一个 画面 所以 上个礼拜的东西 基本上 都在云端上面 所以 如果一些 细节 假如说你上礼拜部分有点漏掉的部分 你可以到 我们云端上面找到那个App设计 里面的这个地方 其实就03 因为上礼拜好有同学 找不到 你就找这一个 那当然 再来我们就04 后面就是一些程式部分 不过程式部分的话 我会斟酌看一下那个各位的进度 我们再来 再来看 那今天的话就是03 这一个 里面 我们做出来的结果 那大概等一下 也许会再增加 讲的就是有关相片欣赏 上面有个上一页 这是上一页 这是下一页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进来之后 按了这个按钮他会 换下一张 按了这个按钮的话 他会是什么 上一张 下一张 能够做切换的话 那要怎么做 那首先当然 第一个 我们上个礼拜做的东西 一样我把它丢到低跌底下 所以呢我们的练习档 这个206指的是我们原来的那个网站 206App 是我们上个礼拜做的东西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 206App把它打开来 一定会有个index 那index里面的话 一定会有那个 这个资料夹 这个资料夹 实际上 各位在那个画面上看到的那些效果 其实都是透过这个 JQ Mobile的资料夹 帮我们做出来效果 所以这个效果的话呢 当然就靠他 所以如果你的 在你的206App里面的没有这个资料夹的话 而且没有这些档案 那跟各位讲你的很多 那个什么呢 让画面变漂亮 变list view 那把那些效果都会出不来 所以之前好像有同学就是 忘了把这些资料夹放进来 或者什么 复制还是怎么样 那就会看起来像网页 所以就不会上个礼拜那个效果 另外image里面就有这些相关的图档 这个图档的话呢 当然也是我们会用到的 包含哪一些呢 像Kamma People这一张 或者是说呢 我们另外那个 这个是好像是那个 我们的相机的种类 相机种类部分 另外还有有四张的图 这个拿来做相簿 所以你切换的话 假如说你希望能够做出类似像这样的效果 该怎么做 你会看到这个这个底片现在慢慢可能买都买不到了 现在应该都数位相机了 那这个地方的话请各位 先把那个上个礼拜 这个开起来 所以如果你要重新开启 第一个动作一样 无论说你是不是重新开一个新的网站 或者是说你要重新编辑他的话 一定要新建一个网站 所以这一步记得 一定要做 如果说像之前有同学好像直接 直接用 开启档案去开启什么 开启那个 我们的低点底下 好像之前有同学是直接直接去开这个 index 那你把它开起来之后你会发现 好像预览一下 他基本上还是可以跑 可是问题 你将来存档的时候很多地方会坏掉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不是一个网站 而是一个档案 这个方法是错的 对的 正确的方法应该是 请你先 新增一个网站 名称 一样是 用那个上个礼拜那个名称 206 App 然后呢 你就把 这个本机资料夹 一定要选取 选取放在哪里呢 因为我放在低点底下 的这一个 所以请你一定要选到这个目录按个选取 那这边一定会出现像这样 D冒号 斜线 指的是低点底下的 这个目录 这个斜线一定会出现 这个是 他的那个东西都放在 这个 这个斜线指的是根目录 指的是那个里面的东西 这个一定要 之前有同学 是这样 少了这个斜线 好像也会出错 记得这个结构一定不能 错 然后呢你打开之后你会发现在他的什么呢 右下角 一定会出现我们上个礼拜的index 那你再把它打开 打开来之后一样 把那个画面做成分割 然后呢 设计模式呢 一样再把它改成传统 接下来那你就可以示范一下 上礼拜做到一定是进来 上面一个list view 底下会有个net bar 当我点选的那个摄影名词的时候 他会秀出摄影名词 这个摄影名词 其实实际上就是拿什么 拿那个camera people这个网站里面 这些相关的文字 把它贴过去而已 所以这个只是转移而已 再来的话呢 上面会有一个 回首页 一个home 还有个下一页 这个回首页是回home 这个下一页是 摄影名词下一个就是 相机种类下一个就是这个 最后他会回来到这边 所以会有个循环 所以假如说你是点选什么home的话 他就回到刚刚这个画面 那如果你点右边这个的话呢 他就下一页 相机种类 相机种类 里面 我们上礼拜有做了 应该 应该是另外 有个 index2 后来好像有把它 换个版本 那这边的话呢 也许相机种类 这边就 这个也没有 是不是这个 对应该是这个相机种类 这边就有了 后来我们又把那个相机种类里面又做一个list view 里面的话就是再放一个 把什么呢 把那个刚刚的相机种类里面的又细分 这一个 1234 总共有四个page Home的话也是回到相机种类 所以轻便相机这边第2个 Home的话又回到这个 所以总共会有四个 等于是把 网页里面的东西 把它切割开来 那你想说老师干嘛麻烦 一定要切割吗 因为如果你不切割 其实基本上在手机里面 他不像在我们电脑前面 他画面这么大 可以放这么多东西 其他的话就是下 再来下一页 下一页的话相片欣赏 这个还没做 这个是今天要做的 那这边我会希望做到什么 可以 可以第1个先放第1张图进来 也许你可以进来的话 可以先放什么 这个page的话第1张 你可以先放第1张图 那再来的话呢 换下一张 可能下一张就这一张 再下一张 再下一张 所以这边总共会有一个 01 02 03 04 那我希望呢 当我按下这个 一进来 所以这个应该是page3 所以再来的话呢 page什么 3-1 3-2 3-3 那这样的话 等于是这个是第1张 下一个 第2张的话 就是 3-1 3-2 3-3 所以呢 我们待会 可能会需要什么 需要先做 这个 给这3张 有一个 需要的画面 一个page 一个 页面 然后呢 还需要做什么呢 需要在 这个上方 做出 上一页 下一页跟上一页的按钮 所以待会再来看 另外呢 再把意见回复 有没有 用Google 那个表单 做一下 里面让他填 他的名字 然后呢 可能他的email信箱 然后他的意见 大概三个就可以了 或者你如果要留电话 电话 再留一下 当他按送出的时候 也可以直接 记到你的那个 云端 上面 也可以收到 他的意见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我想我们等一下 再接着继续来看 就是针对相片欣赏 这边 所以待会会有一个page 两个page 三个page 类似像这样的价格 最后又回来 又到这边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当然你们做的东西 其实未来 我也在想说 如果你们现在要把他 上架到那个play商店 可能你们 假如你现在没有账号的话 因为你要一个google play商店 你要一个 认证一个账号 那个账号 其实我反轻易 如果你可以的话 如果你真的有一个自己的账号 将来你做好的东西 也可以把它上架 那会更好 如果你现在没有的话 我在想说 其实我有账号 如果 你将来 要上架 但是你没有账号 或许 我也可以帮你 以后的话 你可以 也可以 只是上面注明一下 那个是你的 你的app 如果在将来 你毕业之后 如果要拿来当成你的作品 那当然会 至少你会在play商店 可以看到你的作品 其实感觉 其实会差异性还蛮大 如果你们 能够在毕业前 多做几个app出来 我刚刚各位讲的 你如果 这些 作品 对各位将来在找工作 绝对有正面的帮助 无论你是去哪一个行业 现在哪一个行业 只要跟 只要是 一些公司 他只要 他只要做 需要做一些门面的动作 或者吸引人潮行销 或者等等的 其实都会跟app 一定是会扯上边的 所以如果这些东西 假如你有 有兴趣同学 或许你可以把将来 你那个 你那个做的app 也许你可以 假如需要上架的话 可以跟我讲 我现在希望 你们都能做一个 像个样的 那个app 也许最好是每个都上架 这样的话 基本上对大家其实是有帮助的 我基本上目前看到的 因为只要面试 你在应征工作的时候 第一个人家就是要作品 如果你没有作品 那相对当然 这部分没办法证明 你是是不是这方面有专业能力 即便你有学过这个课程 但是不保 不代表说你一定有学会 就像说 前面我有提过的 像那个YouTube部分 那你怎么证明说 你在YouTube上面是有 可以 做一点影片能力 当然 最重要 当然你要能够 你有自己的 第一个要有自己的频道 第二个的话呢 最好你也能够 能够 至少也要能够得到Google给你的 第一个100块 所以你发现网络上还蛮多人 对拿那个100块的 支票其实非常开心 我看好几个 他拿到100块的 支票都舍不得拿去兑换 为什么 那个其实 100块 虽然100块美金 大概折台币3000块 虽然说 说少不少 说多不多 但是实际上那个什么 他的象征意义 可能 比较 比较大 至少证明说 你有 第一个100块入账了 之后的话你可能会 第二个 那也许你之后 可能就不止100块了 可能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当然这个我想也是一个方向 就是这些东西呢 基本上就是目前 每个产业都需要 只要你是跟媒体 跟行销 跟企划 等等的行业别 我想都非常需要 这方面的人才 那这方面的技术 他的我觉得对各位来说都是机会 主要原因是因为 目前在职场上面的人 他如果没有经过再学习 他也不见得 会有这方面的技能跟专业 除非他自己花时间花钱去学习 那也就是这个部分你们可以再去弥补这一块空缺 所以你的职缺 还有你的价值 自然就会被凸显 那当你在某一个工作里面 能够有无可取代的作用的时候 相对如果你是无可取代的话 你的薪资 待遇 绝对都不会太低 另外老板对你的态度也不一样 但是如果你的工作是 非常容易被取代的 那自然而然 所以你要怎么跟人家谈薪资 反正我找A找B找C 都一样的话 那我有什么关系 你如果不做 没关系 我可以换下一个 那当然就会有这种 可能被容易经常被被取代的可能性 所以尽量 我是建议 这门课至少 我们 学习结束 至少你能够 都累积点东西吧 像同学已经有有同学已经 开始在做YouTube啦 那如果你能够 拿到第一个100块美金记得 也能够 至少让我知道一下 跟我分享一下 怎么做 我觉得不难 你看那个 连 不能说连 就是那个小玉 他其实说真的 他长了一点 我是觉得坦白 真的 不算帅 可能连帅都 都都 撑不都搭不上 但是 人家一个 一 一季 他好像第1季就70几万 第2季就100多万 第3季就140几万 第4季的还没结束 看起来应该会拿更多钱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当然 机会是当然 留给那个你可能愿意 加入 你愿意参与 所以其实我想他里面影片如果你们有看过应该都大概都知道里面影片 大概就是那些内容 你如果说可以做一些 那你也有兴趣的东西 相对的 也许会更好 OK 请各位先试着把 上个礼拜的东西 先把它 先准备一下 待会我们再把 上个礼拜的东西 再加上一些 index 里面的话就是主要 加上几个page 区号 谢谢大家